和大家分享一下喝湯时要注意些什么 湯离了之后注意不要立刻喝 我们要看和我们一起同态的人 它前面是不是都有一份湯 如果不是你不能喝得住的 我们来看看餐具 一般来说外国人喝湯 我们经常说餐具从外面拿进来 很清楚 你的湯匙通常在右手边 拿起湯匙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的手就要打乒乓球 拿个摆这样 然后匙羹放在这里 握得很实 不要摔摔摔摔摔 另外不要树起手指尾 这些都是一般的姿势 喝湯就是外国人喝湯 是从外面舀出去 很简单 我们舀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摔到到处都是 还有就是舀到上来喝湯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鼠鼠声 还要注意一样东西就是 因为这个汤很对着自己的胃 我们是平送到嘴边就入进去 不可以有声音 喝完汤的时候 匙羹放在外面 但如果说我还在喝汤 匙羹就不要放在外面 就要放在里面 那幅然看到就知道 原来我还在喝汤 有些时候喝到差不多了 哇 汤非常好喝 但是呢 已经拼不住了 那我们怎样呢 会撕面包的 面包不要用刀去割 是撕的 撕得小块 你的嘴巴可以放在里面 几大块就几大块 然后就点点汤来吃 那也是OK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